美菜燜雞 大家好,我是Bagag 今天我會做個很夜味的梅菜燜雞 只能吃幾口梅菜 就可以吃到一碗飯 記得按下煮飯 我們馬上開始吧 這包是甜梅菜 有些前輩教 加一點鹹的梅菜 會更好吃 這次只用了甜梅菜 這包有12盎司 我用了半包 先用清水洗幾次 把框撕開 會有沙床在裡面 葉的部分都會有沙 所以浸最少2個小時 浸開葉等容易清洗 濕了雙手就切好配料 有薑一大塊切片 紅蔥頭4-5粒 切多兩棵蔥 這裡沒有拍到 另外有這道菜的配角 雞腿兩隻 厚肉的位置切兩刀 給幾粒鹽醃一下 這裡還有兩隻翼 喜歡可以用半隻雞 全隻雞都可以 那梅菜的份量 自己遷就OK 梅菜浸了2個小時後 倒水不要 再洗2-3次 沒有沙就可以用 用手拿乾後 再切小粒 準備好所有材料 就可以開始煮了 我們先用白鑊 看下梅菜 炒至乾身 大概2-3分鐘 這樣做梅菜會香些 和出味些 之後要下適量的油 下薑片和紅蔥頭 翻炒幾下 之後再下蔥段 炒香之後 我們下1湯匙生抽 2湯匙老抽 一杯清水 和一塊小小的片糖 下雞腿 皮向底 下雞翼 下雞翼 蓋蓋 轉小火煮8分鐘 之後反轉雞 再蓋蓋 煮多10分鐘 或者至全熟 10分鐘 雞翼 雞翼就熟了 可以先拿起 雞腿就要看大小而頂 如果見到露骨 就熟了 如果不肯定的 就用筷子刺一下 沒有血水出 就表示熟透了 這個時候 試一下味 如果想深色的 就加多一點老抽 最後加少許紹興酒 夾起雞肉 再開大火收汁 收好汁之後 梅菜要先撈起 放上碟 再將雞斬件 放在梅菜上面 最後淋醬汁在面上 這個梅菜炆雞就做好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簡易美食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一出新片 你們就會第一時間收到的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